欢迎收听有声书 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五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七章 公孙衍重建合纵 公元前三二六年 也就是秦军出辣的那年 合纵联盟的盟主赵素侯去世了 其子赵雍即位 即赵武凌王 公元前三二五年 正当秦军王 魏惠王 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 齐国将军田坟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先介绍一下 田坟是齐威王的侄子 田英的堂弟 据战国策记载 公元前333年 楚威王伐齐 在徐州大获全胜 曾经想威逼齐国 驱逐田英 有人劝楚威王 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 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坟 田坟为人忠信 有功于国 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 田英极度田坟 故意不用田坟而用身负 身负是那种上级满意 百姓不满意的角色 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 现在你如果赶走田英 田坟必然上台 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英的念头 由此可知 田坟是齐国的名将 在诸侯之间也享有圣名 来找田坟的那一位 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 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 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 公孙衍回到魏国 魏惠王不计前嫌 任命他当了将军 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 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 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 公孙衍离开秦国 表面看是因为负气 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 换而言之 公孙衍回到魏国 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 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 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 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 从这次公孙衍找田坟的情况来看 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 公孙衍对田坟说 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 分别由你我带领 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 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 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 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 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 齐魏公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 田坟是个典型的军人 对政治不感兴趣 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 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 青岩用兵 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 您把破诏说得如此容易 只怕将引致灾难 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 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田坟的意思 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你却如此轻描淡写 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 而不能取胜 国家便危险了 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 公孙衍不以为然的说 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 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 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 他们就更不想打了 这样的话 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 大行其道 抢走咱们的饭碗 十万人公兆 确实是少了点 但只要战端一开 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 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 公孙衍的话 击中了要害 田坟果然说服齐魏王发兵 公孙衍也说服了魏魏王 两人各自率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 部队尚未出境 齐魏王和魏魏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 五万人马投到赵国 积无胜算 而战端已开 岂有不权力以赴之礼 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 战争的结果 田坟俘虏赵将韩举 或赵国两成 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 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 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 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 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 赵武灵王震怒 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的劈了一顿 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 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 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 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 苏秦无言以对 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 苏秦这一走 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 苏秦的离去 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 事实上苏秦的合纵出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 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 各怀心思 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观影似的 来了去了 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 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 张仪敏锐的意识到公孙衍连齐公兆 并非五人贪图公民那么简单 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 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 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 也就是惠师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秦 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 魏惠王派大子魏四入治于齐 公子魏高入治于楚 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 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 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 摆脱秦国的控制 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 公元前三二四年 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官 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帝 同时在上郡修筑成赛 以巩固上郡的防守 公元前三二三年 张仪和齐相田英 楚隐昭阳在涅桑相会 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 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 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 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 互相称王 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 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齐楚两国没有参加 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 全是配角在唱戏 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 中山国那么小 竟然也敢称王 妄想跟寡人平起平坐 没门 楚怀王则提出 寡人本来就是王 不需要尔等承认 不过要寡人参加 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 请魏王费了魏四的大子之位 改立魏高为大子 魏高入至于楚 与楚国人关系密切 楚怀王辞请 用意昭然若揭 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 楚怀王大怒 派令引昭阳发兵攻卫 大败魏军与相邻 一举夺得八座城池 昭阳一游未尽 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 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 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 于是派了一名叫陈诊的人去见昭阳 陈诊先是祝贺昭阳宫位取得胜利 然后问道 按照楚国的军法 火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 赐什么决 昭阳说 封上驻国赐执规之决 楚国的官决体系不同于中原 上驻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 执规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 陈诊又问 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决吗 昭阳说 那就只有另饮了 陈诊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 楚国有个大户人家 祭祀祖先之后 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 这些人商量道 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 不如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 谁先画成 酒就归谁 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 画好之后 左手拿壶 右手继续在地面上画 说 我再给这蛇填上角 还没填完 另外一个人画完了 夺过他的酒壶说 蛇本来没有角 你填上就不是蛇了 陈诊说 您现在身为楚国另隐 未及人臣 带领大军进攻魏国 打得魏军落花流水 连夺八成 又要遗失进攻齐国 齐王对此十分害怕 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 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 已经足够了 再打 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另隐 您战无不胜 却不懂得适可而止 就像那个画蛇天族的人一样 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 适得其反 昭阳听了以后 认为陈诊说得很对 于是撤军回国 成语画蛇天族的典故 即出于此 第七章 苏秦游说六国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